未受关注的李某某等人涉嫌强奸案 昨天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 由于案件涉及未成年人 庭审不对公开 据了解呢 此次庭审将主要对证据进行制证和辩论 而此前法院已经对此案组织过两次庭前会议 听取了公诉方被告人律师及受害人律师对证据方面的意见 被告人律师和受害人律师对案件系强奸还是卖淫等 基本的事实存在重大的分歧 包括李某某在内的多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受访的时候表示 将最无罪辩护 这次开庭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媒体的关注 开庭前海淀区法院周围已经聚集了大批记者 上午9点10分左右 李某某的监护人孟哥到达现场 但未接受记者采访 而受害人杨某律师田参军此前向记者透露 杨某因精神压力过大 已经住院治疗 将不会参加此次庭审 随后担任李某某家法律顾问的蓝河抵达法院 并主动接受了采访 表示对此次开庭审理很有信心 我认为只要在这个正常的司法轨道上进行的话 我认为这个官司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应该是比较平静吧 今年2月19号 被京警方接到一女事主报案成 2月17号晚 她在海淀区一酒吧内 与李某某等人喝酒后 被带至一钉管内银间 警方于2月20号将涉案人员李某某等5人抓获 7月8号 海淀区检察院依法对李某某等人 涉嫌强奸一案 向海淀区法院提起公主 由于案件涉及未成年人 庭审部对外公开 海淀区法院通报了审理情况 通报称 在法庭主持下 公诉人就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先后对其中的三名被告人进行了单独讯问 而法庭代理人 辩护人及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 分别对被告人进行了补充罚问 法庭还将继续开庭审理 东方卫视综合